采自湘西深山的土蜂蜜 因为一年只取一次 采集百花俗称百花蜜 传统古法压榨过略 直接装品 浓度高 花香好 蜂蜜界的天花吧 就像我们中国的蜂蜜市场 你卖59 它就卖49 你卖29 不好意思 它就直接9块9 包油 因为消费者 在没有吃到59的蜂蜜 与9块9的蜂蜜之前 它对蜂蜜的品质 没有改制 因为看起来都差不多 因为价格 马上掉头 就买了9块9的 你看我们蜂蜜熟的 这么好的自然成熟蜜 一年差够一次 现在都没人给尝试了 我们坚持 现药现发 保证新鲜 就是为了让你尝到 我们养蜂蜜手里的 粤浆蜂蜜 这是咱家的木桶土蜂蜜 说句实在的 我不是一个多么会讲话的人 我就把咱家的土蜂蜜 我就以视频的方式 展现给你们看吧 我直接把它给挖出来 土蜂蜜它就是这种直接破坏蜂巢取出来的蜂蜜 所以说它比一般的蜂蜜要好很多 其实咱说句实在的 其实我不需要多么的会说 多么的会讲 我把一斤纯正的蜂蜜 发到你手中 让你吃到纯正的蜂蜜 我觉得这 它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很多人在大城市里面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土蜂蜜吧 这就是我们家一年只取一次的木桶土蜂蜜 以前都是卖给收购商 然后他们再去加价卖给你们 今年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压榨过滤 一瓶一斤 直接给您报邮到家 让您吃一下真正的好蜂蜜 如果你还怕买到假蜂蜜 我再教大家一个简单鉴别蜂蜜的一个方法 你看我准备了一瓶自来水 少量的自来水 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真蜂蜜 好 我们把它盖上盖子 然后使劲摇晃 你看到了 有雪白细腻的泡沫在上面 而且可以持续很久都不消失 那是因为它有丰富的活性酶 这个是只有真蜂蜜才有的 假蜂蜜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说女人不敢随便的吃这个土蜂蜜呢 因为你吃了之后 你就不是原来的你自己了 古蜂蜜它可是一年采集一次的 取自一年四季 这样是精华取出来的蜂蜜 里面有蜂胶 蜂蜂蜂蜜 蜂碱 蜂蜶 蜂蜂蜶都在里面 直接挤压出来的 这样的蜂蜜一样 这不价值是特别高的 这个就是正在取土蜂蜜的一个过程 你可能没见过 我们平时见的蜂蜜都是咬出来了 古蜂蜜之所以不一样 就是这种取蜂蜜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它是直接破坏这个蜂槽 把这个蜂槽取出来之后 直接放到这个亚米基里 压榨立蜜的方式把它给压出来 在挤压的过程中 这里面有很多的蜂胶 蜂蜜啊蜂蜜啊蜂蜜啊蜂花粉啊都在里面 你想想吧 蜂槽里面肯定会有这些东西 经过挤压的过程中 一起把它挤压到蜂蜜里 所以说土蜂蜜啊真的是特别棒的 我就是养活人蜂贤地 后面的话就是咱家的土蜂场之一 这个呢就是土蜂贤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啊 到底什么是生蜂蜜呢 像这种中华蜜蜂在深山里面野外散养的 一年四季都没有喂养过糖 一年呢就割一次的蜂蜜 就这样连巢带蜜一起割下来 通过简单的捣碎压榨 就直接过滤给大家装瓶了 它是不需要任何的加工 也不需要去加温浓缩处理 这样就保留了蜂蜜当中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以及保留了蜂蜜的花香米香 这就是生蜂蜜 那什么蜂蜜又叫做加工蜂蜜呢 加工蜂蜜就是指那些为了产量 而去过早采集的一个蜂蜜 这种蜂蜜往往水分比较大 且不成熟 然后通过工厂高温浓缩 或者进行其他一系列的加工处理的蜂蜜 这种蜂蜜往往没有花香且纯甜 你说我们养土蜂的 什么是好的土蜂蜜呢 就这样从蜂蜜中直接割出来 然后我们再通过压榨过滤的形式 就可以直接给大家装瓶发货了 咱们土蜂蜜 这里的蜜圆充沛 一年只取一次 它的口感好 味道好 营养价值高 里面富含的蜂蜜 花粉 及各种有力微量元素 老人小孩孕妇都是特别适合吃的 如果您吃了多年的蜂蜜 还没吃过正宗土蜂蜜的话 那你就千万别错过了 赶紧下单 有朋友要勾订老冬蜜 那这是一年以上的老冬蜜 是该照 还有过年的时候 大雨大肉过后 泡上一杯浓浓的蜂蜜水 美美的